这样子的人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任何的回忆 受害者来讲最不能接受的 余代哽咽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出面 这回谈的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因为遭到前男友林秉书施暴 加害者现在竟然只需要坐牢14天 就可以迅速出狱 呼吁检察官 如果这样子的人只要关14天 就没事了 其实对于受害者的伤害是难以米平 原本被判刑两年十个月 其中伤害罪确定坐牢8个月 其余罪行缴交罚金就可以 突然锁短成14天 就是因为侦查期间 林秉书已经被积压226天 加上可一颗罚金部分 等于林秉书只剩下14天的牢 需要坐 加害人他过去前科累累 而且受害者不止一人 甚至多数的受害者 其实碍于种种原因 不愿意出面或是提出告诉 都让这些加害者更加为所欲为 回顾高加瑜与林秉书的案件经过 一审新北地方法院判定 林秉书犯恐吓违安罪 散布文字诽谤罪 伤害强制 总共13条罪行 判处林秉书两年10个月 有期徒刑 其中伤害罪不得一颗罚金 不过到了二审 林秉书和检方上诉 却遭到驳回 维持冤判 不过其中伤害罪 伪造文书 妨害电脑使用等三罪 可以再上诉三审 但高加瑜却选择不再上诉 那我们也跟律师讨论 依照处审法相关的一些规定 上诉之后也难以改变 这个量刑的行动 目前林秉书也已经收到地检署通知 预计在中秋节后 报道服刑14天 教案罚金 林秉书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 希望能够有更完善的一些制度 能够帮助这些受害者 勇敢的站出来 法律无法保障被害人 高加瑜选择勇敢站出来 要成为其他受害者的 坚强后盾 继续观看 谢谢大家 各位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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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